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长寿花它的花期呢是在冬春两季 但是很多花友想让长寿花在夏季呢也能够开花 然后呢想方设法的给它进行降温增加温差 然后呢给它吹花想让它再开花 让它在夏季呢也能够开出非常艳丽的花朵出来 那么其实的话我是不建议大家在夏季的话给这个长寿花进行吹花的 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违背的它一个自然生长规律 因为它本身呢在夏季是进入休眠状态 那么它这个时候呢主要是休养生息继续养分的 那么你这个时候给它吹花的话就违反了它一个自然的生长规律 那么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在这个时候吹花可能开出来的花朵 其实它没有冬春的时候开的好看 它的观赏价值远远低于冬春开花的这个花朵的观赏价值 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的话呢 这个时候本身植株它的抵抗力就比较弱 而且呢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 如果你强制性的让它开花给它进行吹花 让它处于一个旺盛生长的时期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继续养分 那么等到它冬春的时候呢可能会很难开花 甚至是等到它这一次开花之后呢 后期植株会越来越瘦弱 所以呢可能后期都很难养活 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在夏季的时候呢 给它进行强制性的吹花的 其实我们夏季养长寿花 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降温 让它呢不会支撑这个病虫害 让它能够顺利的月下 把它的重点放在这个部位 这样子长寿花在入秋之后呢 才能够顺利的恢复生长 冬春才能够顺利的开花 到时候花朵的观察价值才会更高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